處長 行政院 在這個雜誌上面 週刊上面 針對美國豬肉 做這個廣告 這樣子的廣告 有沒有 合乎行政中立的原則 沒有違反 沒有違反 這個廣告 合乎行政中立 我問你 他是幫公投做廣告 還是幫美豬做廣告 你都看不出來 你就說沒有違反 他到底幫公投做廣告 還是幫美豬做廣告 來 這個 應該不是我們不來回答 那你不回答 你還告訴我沒有違反 為什麼 你既然都說沒有違反行政中立 你又說不能回答 為什麼 你怎麼判斷 他是 對行政對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 來 身為這個 他到底什麼公共政策 你的意思是 他幫公投做廣告 是不是 還是幫美豬做廣告 他到底是要賣美豬 還是要收公投立場 到底這廣告是什麼 說啊 基本上他就是 就是在認為他這個施量公投 裡面他是反方的意見 他是公投 哪裡有公投兩個字 因為公投講的是公共政策 名指名高耶 拿名指名高做廣告 你說公投 公投上面連公投兩個字都沒有 還有 所有的單位都可以用公務預算 來做這種廣告嗎 行政院可以 各部會是不是都可以 主要是他 可不可以嗎 他他他如果是為了政策上的宣導他是可以的 所以每個政策每個部會都可以做這種廣告就對了 你的意思是說現在不只行政院 未來國防部外交部 喬委會每一個 每一個部會都可以做這種廣告對不對 這個行政院去決定 來我告訴你 今天選舉的時候行政要中立 不能夠支持特定的候選對不對 這最基本的行政中立法 今天公投的時候 我問你公投有沒有辦電視說明會 有 有 為什麼要辦電視說明會 為什麼 就是跟民眾宣導 宣導 公投說明會要正方說明還反方說明 都有 兩方都要說明對不對 為什麼要公辦電視說明會 因為要保證什麼 雙方都有一個平等的立場 來跟人民訴說對不對 行政院支援包山包海 你跟民間團體怎麼會是平等的立場呢 怎麼會是一個武器對等的立場呢 你現在行政院可以拿這個資源做廣告 你還解釋沒有違反行政中立 行政院可以花錢 國防部可以花錢 外交部可以花錢 國防部可以花錢 經營部可以花錢 哪個部位不能花錢 全部每個部位都可以花錢 跟人民哪裡有平等 這怎麼會是一個平等公平的選舉呢 民主是這樣搞的嗎 你乾脆公辦電視說明會的時候 行政單位是反方給他100分鐘 民間單位是這個政方 他因為挑戰政府政策 給他1分鐘就好了 可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嘛 基本上 在做宣傳的時候 你有政策立場沒有錯 但是為什麼公辦政見會要公辦說明 就是希望他平等 為什麼兩邊都各10分鐘 就是要平等 你要武器平等 你今天整個行政單位的資源這麼多 這叫武器平等嗎 這叫不對稱的作戰 然後你告訴我這叫行政中立 共啊 基本上 我們就是 依照這個行政中立法的這個規範啊 如果說你是一個行政中立法裡面 有有有這個選舉罷免 跟共同投票兩種 選舉罷免的部分是規範人 那麼共同投票的部分 就是剛剛報告就講公共政策的東西 那麼依照公投法第十條第八項 理方的必須要針對他的所捍衛的政策去做 去做辯護 去做答辯 也有義務跟人民做說明 所以 當然是啊 所以我們公辦政見說明的時候 是不是雙方要平等的立場 今天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行政就得要中立 你今天在政策說明 當然政府要有他的立場可以說明 可是可以下這樣子的預算 這麼多的預算下去嗎 我問你 行政單位有公平的去訴說嗎 行政單位今天老實說 公投是明子明膏耶 我們今天公投也有數百萬人在支持耶 你今天行政院做這個廣告 你不用把政反的立場都說出來嗎 你可以只講一邊的立場嗎 你又說今天這個廣告是為公投做的 上面人公投一個字都沒有 人家以為你在賣美豬 然後你現在說行政院要拿明子明膏做公投的說明 你又沒有把政反雙方的立場都放出來 你就有單方的陳述 這叫維持行政中立 你全序部長怎麼這樣幹的 他是公投法第十條第八項的反方 他必須要為自己的立場做辯護 我跟你說 我要求全序部針對這樣子的廣告 到底有沒有違反行政中立 跟我們本會提出書面報告 我們來看一看